这个案子 这个就是 有15个党的录音党 有几个记者给我要 我也都给了 其实这个案子各位回想一下 16年前在选总统的时候 我揭发了一个案子 叫打政案 这个类似是打政案的 另外一种版本 刚才赵大哥讲说 这个只要你搞下来了 吃喝不完 真的是 打政案当中 所有采购的军事的维修 要经过他们 当时不是扯出这个 无乃人吗 这个事情就是如此 我要跟各位报告 黄振辉的 我所了解 黄振辉讲的话可信度 非常非常的高 他在很多的节目 也都讲得很 大家在把他讲的话 把他整个读完 大概这个录音堂里面 也就是讲这里面这样子的顾次 各位 这个黄振辉 我再讲他们的年本 黄振辉跟郭喜是同学 民国海军官69年毕业的 黄祖光比他高一期 68年毕业的 黄振辉的歌叫黄承光 就是黄振辉的大哥 是67年毕业的 再往上面 66年李启明 当过海军总生意 当过参谋总长 他 刚才李启明跟这个 黄振光都是浅见出身的 还有像王立生 他也是浅见出身 当过这个海军总之令的人 其实你看 黄振光跟郭喜熟不熟 当然熟 是谁把郭喜 拉到海军总部做顾问的 是黄振光 所以黄振光你此刻 你要必须得讲话 对 他必须得讲 然后 郭喜 除了骂马温宁 说他是 是个什么 匪谍 共谍 他居然也讲 李启明也是 叛国四人组 共谍四人组 李启明 李启明是何许人物 李启明是 蔡英文的爱将 本来这个 浅见这个业务 是要给他的 可是民进党里面 有一个派系 不同意的 那个派系 大家都知道 最大那个派系 是不同意的 这个里面 把李启明也讲出 这是李启明 不同意黄振光 他们的看法 郭喜跟黄振光的时候 他要抢他的生意的 这里面 我是觉得 Kman就是黄振光 你为什么会把郭喜 拉到你的团队里面去 在里面 以死气死 在指挥着 海运务部里面的人 还有一个 最近有人跟我讲说 开飞机的 会不会造飞机 两回事嘛 那开船的 会不会造船 两回事 我是真的觉得 开机车会撞机车吗 就是我每天 开机车 我难道我会造 我会造 生小孩的 会做小一个医生 没有 所以这里面 充满了怪 你说我当初到荷兰去买 买潜舰的那些工程人员 我找那些人来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找一个会开船的人 就代表他会会坐船 我真是觉得好奇怪 尤其是找到郭席 这里面都是郭席的对话 我相信很多都听过了 大家都认为 你真的国防部 或国安局 来到你不该去查吗 郭席有一个辩解 郭席说这个录音带 放出来以后 他就辞职了 他就辞职了 记得吗 郭席说我就辞了 一年多以前 第一个 第二个说 这里面很多变造 什么乱捡的这样子 他是用这个 他没有说 他说他没有说这个不是真的 只是有些被捡了这样